他是百年难得一件政治的奇才 赖金德18日上午 不仅表明参选总统 并且还直接挑明2020 将有可能与韩国瑜正面对决 赖金德头下震撼蛋 照得党内外一片哗然 甚至有逼宫说传闻出来 虽然韩国瑜还没有表态 但民进党全党上下 都在把韩国瑜当成假想敌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已经开始 就是锁定韩国瑜 然后开始针对他每一点都准备 捡到的子弹将来打韩国瑜 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这里面你没有看到 国民党是在打团队战 我必须要讲的 推出最强棒之外 还要有一个最强的团队 但是民进党你要注意 不管蔡英文出现还是赖金德出现 他的最强的团队组合已经形成了 赖金德宣布参选总统的第一步 不仅大夸韩国瑜 跟直接2020下占铁 到底葫芦里买什么药 看来只能继续看下去 记者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